法国拳王朝本中国功夫花拳修腿 结果被坦克邱剑良、沈翁白伟加重拳打到满地找牙 他是中国坦克男神邱剑良 相信大家对他非常熟悉 不用过多的介绍 他是无数拳迷的偶像 是中国拳坛界的骄傲 中国守卫自由搏击世界第一人 多次利用必杀技 沈翁白伟终结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 今天与他对战的是来自法国的狄伦 这个家伙十分嚣张 朝粉中国功夫就是花拳修腿 不论是谁和他对战 最终的结果就一个字死 这也直接惹怒了邱剑良 邱剑良霸气表示要给对方点颜色看看 让我们期待邱剑良的精彩表现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黑色反护中国选手邱剑良 蓝色法国选手狄伦 比赛开始之后 邱剑良非常稳 虽然进攻欲望强烈 但不是无脑冲 先是步伐逼近 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出击 双方都很淡定 有来有往的 互不谦让 邱剑良的游走在赛前其实做了大量的关于游走的训练 而且因为可能会出现反驾的对手 其实赛前也跟魏瑞练了好久 果然是碰见了反驾的这个迪伦萨瓦多 对萨瓦多现在比赛的这个风格就是不能往前压 对萨瓦的拉揣 高扫漂亮 对萨瓦的三连击接右腿的挂踢 看对手的这个手腕打的还是很高 防守还是不错 漂亮 邱剑良这一举动实在太帅了 只见他一技漂亮的跳膚 后又是肩上连续的拳腿猛攻 直接将对手打得错不及防 迪伦被打到没反应过来 只能先防守 在前面的比赛迪伦萨瓦多是战胜了 目前在格劳尔排名第三的吉佳琪卡泽 上钩 好的 很准 好的 漂亮 转身的变拳打空了 刚才这个动作很漂亮 转身边前又打被防住了 转身的后登 邱剑良 嗯 邱剑良打的还是相对轻松的 连续的进攻对方 第一轮被打到没有还手的力气 不愧是坦克 实力果然强悍 这萨瓦多的破这个爆架的能力真的是很强 拳的力量很好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邱剑良还是像第一回合一样 主动进攻对方 不愧是主动进攻型的选手 打到对方直接换了战术 开始专着邱剑良打 步步紧逼 邱剑良也不会是坐以待逼的选手 立刻寻找机会出击 反正一段时间我们的X进攻就是对驾进攻 对驾进攻 也有可能是转身后白腿就踢那个位置 后手漂亮 互相换腿 迪伦 但是邱剑良应该是直接看穿了对方想进攻的想法 没能让对方得逞 这回迪伦是真的踢上钢板了 好的 转身后白但是没有中 果然是瞄着对手这个后手的空挡 对 漂亮 移动中的反击 现在迪伦想找一个定点输出的机会 定点打进攻的机会 迪伦是那种很硬的选手 他用自己的拳跟你结结实地碰上以后破防 然后再布置下一个进攻 没错 但现在邱剑良的脚步突然开始移动的非常的快 对 而且是左右切线的环绕移动 这下真的很节气啊 踢到了迪伦的裆部 虽然不是故意的 但是就是想说踢的好 邱剑良立刻上前 开始狂风暴雨般的重拳出击 没有给对方一点喘息机会 直接打的迪伦难以招架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迪伦现在是破釜沉舟的架势 最后一个回合了再不出手必输无疑 当然 现在也是输 可能他是在做最后的挣扎吧 让自己输的不是太难看 但是邱剑良火眼晶晶 依旧没给对方机会 毕竟如果给了 就有可能会有变数 邱剑良是不会让这样的乌龙事件发生的 好的 希希漂亮 现在比赛时间深入啊 相信萨尔瓦多这边也知道 这一回合得发力 没错 那肯定会更多的进攻往前冲 那肯定会更多的进攻往前冲 前手打钩打钩 前手打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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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闪身之后啊 连续的后手 力度虽然不大 转身后白 后手漂亮 后手低扫 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 对于萨尔瓦多来说 他越着急进攻 就越打不出来 对 没错 一旦压不住之后啊 他的进攻是发挥不出来的 现在有点僵了已经 因为时间 即使到了最后一个回合 邱剑良的力量依旧不减 猛烈的拳法进攻 看准时机 又是一记神龙百尾 这下真是把敌伦 吓到妖妖裤子了 估计打了这么久的拳 都没见过邱剑良这么狠的 对于萨尔瓦多想要打防反的机会 尚心没有救 后手移 这个带摔 好的 后手摔进去了 秦远良这个拳有点从上往下打的 对 好的 又一个 对 现在邱剑良 打的时候是有点先引诱 逗逗对手 然后让对手着急以后啊 射个套 对 十秒钟 在我的这边啊 进攻是无处施展 这个摔 邱剑良没有想到在最后时刻 会被对方给爆摔在地 笑了一下 表示比赛最后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 最后裁判宣布比赛结果 是邱剑良获得了胜利 不愧是坦克邱剑良 果然是没有让喜欢他的全民失望 再次恭喜邱剑良获胜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